小小的单人房里一张床一台电风扇两个层架 墙壁绿一块黑一块全是BIA环境相当糟糕 而公共的预测空间地板上虽然铺了一层地垫 但墙壁也是严重掉漆 镜子脏到像是自带马赛克滤镜 最可怕的是墙壁上还有一只大喇芽 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分享 自己到绿岛打工换宿 但是民宿给小帮手的住宿环境不止简陋 还非常肮脏恶心 其实昆虫多多少少可能会有 但那就是绿岛啊 如果你也不能希望完全没有死 一定会先跟叶景说 但如果他不改善那我就走 如果我会直接走人 如果说我应该会直接走 我应该不会待在这边 袁破表示里面全部都是狗的尿骚味 还有潮湿的味道 墙壁木头全是霉剧 甚至浴室里蟑螂蜥蜴拉牙都有 还以为是来到动物园玩 而且最夸张的是 本来讲好是在民宿工作 却改成卖特产 认为民宿业者出耳反耳 大部分的时间对我来说 我也不会都待在房间 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外面 当然如果我一直关在房间的话 我就不用去打工玩宿啦 有来啊是好事嘛 因为他们会吃蟑螂啊 我也不会太讲究 而当时因为没有传票了 袁破表示只好硬着头皮先睡一晚 但真的很像在坐牢相当无助 也怕到不敢回房间睡觉 针对业者的部分要求改善 如果业者没有改善 我们得一发展观光条例 对业者处以3万到15万元的罚款 有网友影射似乎是一间外观相当优美的民宿 给小帮手住的房间却是脏乱不堪 但实际询问民宿业者却不愿回应 许多学生会趁着假期或是毕业时到外岛打工换宿 同时也提醒事先确认好住宿环境和工作内容 才不会打乱性质 东正新闻马恩凯 刘冠奇 台东报导